今天我們會去 Tower Beach 吃這個叮噹的城塞酒沙包 不是不是不是 說錯了 是去吃一個英式的城塞漢堡包 另外我們會去一個香港人較為陌生的倫敦老牌傳統中產區 是一個非常特別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兩房單位 可能是大家想像意外 在英國吃東西很多時候都是光顧連鎖店 這間都不例外 而在倫敦就有十幾二十間分店 而在倫敦以外 例如 Manchester, Leeds, Liverpool, Reading, Brighton 等 各處都有他們的分店 他們賣的漢堡 比麥當勞又或者 Burger King 都貴 起標價就要十磅一個左右 但是包薯條份量都很足一下 而性價比高不高呢? 食物質素好不好呢? 讓我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將經驗告訴大家 如果你吃過的也可以留言 可能你和我們的感受完全不同都不奇 今天我們來到Tower Beach附近 吃漢堡包 這間漢堡就叫做 Honest Burger 是否真的這麼honest呢? 吃過才知道 好,Cherry來了 對了,我們就來了 每人叫了Grey 那這一個就是你今天的special 對,今天的special 這麼厲害? 這麼加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那個貴過我的 我不知道每天都是這個 還是今天 總之是特別參加那個 我點了一個home made的Berger 即是Beef Burger 我沒有加芝士 因為我不是很好芝士 加芝士又貴一點 加芝士是十一個半 是,那這一個套就大約… 十磅 十磅 不是大約,是十磅 是十磅 值得吃的,是嗎? 我這個呢 它裡面有多少少許材料 是,我打開給大家看看 就十四磅 對了,它裡面有… 哇,很加勢 還有一些薯片 還貼一些薯片給你 對 好,另外它的薯條很強調 是有Rosemary的Sorda Chips 真的挺好吃的 真的挺好吃的? 是呀 好,我先試一下 喂,給芝士 真的挺好吃的 那我先試一下包,好嗎? 好呀,試包 說多無謂,吃多會仔 是 做甚麼? 有陽光了 我們剛才沒有 今天大部分時間都陰天 突然間有些陽光射進來 可不可以? 有牛的 不錯呀 材料新鮮 是 味道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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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叫Medium Well 它是不是真的煎出來 是呀 有沒有過熟或者過生 不錯 不錯,好吃 不錯 好了,到我了 我一定要大量茄汁 就算我吃包,也要茄汁 它有牛一點也不酥 一點也不酥 一點也不酥 很棒 我這樣吃吧 馬路也有 你這樣吃嗎? 好 我這個有BBQ醬 挺好吃的 真的挺好吃 是嗎? 真的不酥 而且也很香濃 不酥 看來值得推介 值得推介 值得推介 好,那我們吃東西吧 好,慢慢吃 除了食物還不錯 風景也不錯 外面的觀景也不錯 是嗎? 看著遊艇 令人覺得比較輕鬆 剛才有些鴨仔 這樣吧 好,剛才漏了單 我們點了一個啤酒 是吧 這個叫做漢堡包啤酒 是 配漢堡包飲 它有蝦和蠦蠦 蝦是三元左右 兩個蠦蠦是五元 我們點了蝦蠦 好,我先試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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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一個honey味 好,好 好,但這個啤酒更清淡 是嗎 對,得到我們 沒錯 好,吃東西喝酒 出發了 我們由雷斯特 Square 承托underground的 納芬拉 只需要二十五分鐘左右 就到達了今天的目的地 Golders Green 而Golders Green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我到最後才告訴大家 也說一說關於它的歷史 現在我們先看看房間吧 這個單位有一個非常寬敞的獨立廚房 一個五頭明火煮食爐 很適合我們 適合雙升盤 亦有一個雙巨型的雙門雪櫃 雙焗爐設計 什麼都打麻煩 而看到這個格局的時候 我不其然會想一下 究竟這個業主是什麼人呢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因為我發現到這個單位的配置 和顏色的配搭 很有傳統美式 香搖豪華的風味 而不是英式 就像這個雲石火爐一樣 另外這個單位 有齊了可以有的元素 在裡面 有一個很漂亮的櫃窗 而窗的手工和用料都很漂亮 而在客廳和廚房之間 就有一個小露台 很有味道 而屋外面的環境 亦都很淺淺 你覺得怎樣呢 Landing 位置很闊落 打開第一間房 是一間洗衣房 配置了洗衣乾衣機之外 亦都有一個小升盤 雖然這個只是兩房的Apartment 但是這個配置有點像 屋仔的四房設計 接著我們再走進去睡房看看 第一間睡房是客房 看內圓 很優雅 很寧靜 而衣櫃的佈局 亦都很完整 很講究 而且全屋都配置了分體式冷氣 而另外 不用怕夏天熱浪侵襲 好 現在我們去看主人房 都是看內圓的 在主人房最特別的 就是洗手間 配置了 在英國不是太常見 但是在歐美 很常見的洗臉盤 B-Day 如果你去法國 或者意大利旅行 很多酒店房 都一定有這個設施 最後 這個單位 還包含兩個車位 在停車場位置 還有自己一個獨立的儲物房 你猜這個單位租多少錢 今次我不告訴大家 由你們去猜猜 留言告訴我們 一間屋除了平凡和靚之外 我們亦都可以透過它 了解當地的文化 了解那裡的人和物 了解這個世界 最後最後 我們來看看客廁 好了 我們就埋了單 檢查錶了 我們來看看價錢 我的包十磅 你的包十四磅 杯東西兩個九毫 兩個九毫半 那個稅就四個半 那個稅就四個半 有沒有survey charge 都有 兩個 charge 成為三百元落樓 29點幾磅 29點65磅 都吃到一些高級burger 吃了兩個叫做 半高級burger 平時下午很多人光顧 我們看到很熱鬧 我們現在就喊差時間來了 那就休閒一點點 好嗎 那你開始過後 又來這裡試一下 這裡的氣氛也不錯 這裡的氣氛真的不錯 這裡吃東西 可以介紹給大家 很多地道的倫敦人 都知道這裡是一個泡店 但你預算這裡消費也不便宜 一定的 我們選擇的已經算是最便宜的 是 埋單兩個人都要吃三百多 剛剛看到我們有間 就是點心的泡妃 40磅的位置 我們要計算 加上稅 即是500元的位置 是泡妃來的 你可以在這裡吃一個下午 我看到那些地人很開心 很喜歡 我們一個人 因為他們很喜歡坐下來 聊聊天 休閒整個下午 適合他們 死茶壇不茶壇 是的 我們兩個人不想吃到這麼多 是… 我最討厭吃泡妃 你很喜歡吃 即是你吃的時候很開心 你可以選擇 不吃不太多東西 因為我很討厭吃不太多東西 但如果你要吃多一點才划算 你就會薄命吃 會超級飆 是的 所以一年吃一兩次就夠了 是 最好你餵給我吃的東西 靠你 不適合那些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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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所謂 你想去哪裡 我現在 去Tower Beach 去Tower Beach之前 我們去Golders Green 這個屋子的附近逛逛逛 看看周圍的環境 究竟Golders Green 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要追溯它的歷史 就要回到100年前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很多猶太人逃難 來到英國 而來倫敦的 教父語 就聚居了 很多在Golders Green 這個區域 和它附近的地方 所以在現在 很多人都 Define去做猶太中產區 而近這10年8年 亦是日本人和韓國人 喜歡聚居的地方 當然 這裏也有當地的白人居住 香港人最後會聚居在哪裏呢 大家加油 努力 奮鬥 團結 互愛 大家記得 讚好 留言 分享 和敬言 謝謝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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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